新冠疫情繼續籠罩全球 但不少西方國家急不及待放寬防疫措施 採取遇病毒共存策略 其中英國疫情自2月底宣布採取共存策略以來 疫情持續惡化 官方數據顯示 當地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167萬 截至4月2日連續兩週新增近500萬病例 新冠病毒感染水平攀升至歷史高位 當地專家如何評價政府的策略呢? 當地消防疫情侵略 有所謂的意見 在媒體上的信息 這就是不斷移動的 旅程度的迅速度 是不斷移動的 那是完全不斷移動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